上旋发球是三大基本发球中难度最大的发球 很多球友发出的上旋球落地后 虽然弹跳高度还可以 但是速度和力量总是差强人意 如何发出有速度和力量的重上旋发球呢 有一个关键要点 我们仔细观察视频里各位ATP球星的上旋发球 不难发现 他们的抛球都是在身体前面的 如果你的抛球直接抛在了 你站立位置头部的正上方或者头部上方11点方向 而你又想发出有速度和力量的上旋球的话 你需要更多的依靠背弓发力去击打球 而这样做对于业余球友的背部力量要求太高了 难度实在太大了 职业球员尚且是把球抛在身体前面 何况业余球友们呢 事实上我们注意看 球抛在身体前面通过蹬地发力 身体向上向前跳起 使头部位于球的下方 机球点仍旧位于头部正上方或者头部11点位置 因为身体向上 所以会给球师家更多向上的身体力量 因为身体向前 所以会给球师家更多向前的身体力量 这样发出的上旋球 自然会更有速度和力量 当然 站在原地不动发上旋 对于不追求速度和力量的上旋发球也是可以的 这个视频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发出有速度和力量的上旋发球的问题 这是西郊费得乐 欢迎收藏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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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